如果你的身是完整的 有外皮保护的 没有切口的 这种身理论上能保存上百年都没问题 这个干是说的干度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干透了 一般用标准的话 就是含水量达到3%到5%左右 这些身能放很多年都没有问题 这一罐身是我在2016年的时候 我给它封存起来的 这就是一个密封罐 咱们现在打开看看 这封得很紧 上面有带这个密封条的密封罐 身呢现在来看没有任何问题 你黏了还是干的 炸崩干 干到什么程度呢 它是脆的 一掰就说 都没问题 一掰听见没 咔嚓脆 咔嚓脆就可以直接嚼吃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含水量达到一定程度的干身 放多年是没问题的 保存方法呢 就是密封 密封罐也好 或者是那种密封袋子 袋子要完整了 不要破损了 就是密封起来 然后常温保存 我们这就是常温啊 就放在室内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再强谈一下啊 完整的 干的 就是含水量达到3%到5%左右的 这种干透的 这些个西洋辰 密封起来 可以放5年 甚至于更多年 最好的西洋辰为最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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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